就好你哦 就好你 当你懂得了体谅 你的生活在夜会有惆怅 当你明白了这道理 你心情将会更开朗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树芬 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 今天南京的专题 我们要看的是社区的环保 南京刚开始做环保 是在台上廖曹仲师兄的工厅里面 为了要让各个人知道 大家决定要打开工厅的担问 驾入社区 在县城里面分散的店做回收 我们今天的主角许美华师姐 夜处就住在三边区 就是回收店基因 美华师姐 实在主材是当时介绍 她是一位公务人员 并上是很严肃 也很少给人打酒 在三年前她开始做环保 想不到她以前严肃的蜜蜜 现在变成笑蜜蜜 也常常说感恩 是怎样有这么大的改变 我们就跟今天看 今天的告诉我 夏天是穿什么颜色 夏天就是穿这种颜色 白色的 冬天就是穿这种金色的 那师姐你穿了32年的制服 你喜欢穿制服 有没有像穿制服的性格 我小时候的分享是说我可以去当兵 我没想到说我真的我穿上这个制服 仔细制服我也有照相 刚开始不太好看 最后慢慢通过修行有好看多了 好像不那么温柔 以前比较严肃的 不会像这么 现在这个时候这么好 交通局主要是负责机查 机查就是在路上检查那些 违规 违法违规的车辆 职华部门就是很年事 职华部门就是没有严格要求 他也是一成方言 其实也是为了他的人生而起 初中毕业就没有没有在读的 不到18岁就去招工了嘛 到交通局去都是在做出来收钱嘛 都在收那个管理会那车嘛 车的管理会 在单位我不大说喜欢跟人家打招呼 有时候人家问过我也不理他 从做瓷器就不一样 现在看的人就会 你好你好 这样子会跟人家打招呼的 性格也很改变很多 以前我性格非常不好 经常发脾气 看到别人不顺眼 就是跟他吵闹 现在不会了 现在还会认了 现在做了瓷器很想说话 哦 做瓷器怎么好 会给人家嫁嘛 有福的人才能进入瓷器 才应该这样子 2010年1月 主席在南京展开东令发放 希望让当地的乡亲 可以到过韩令的当地 为了东令发放 在共和机关上班的美华师姐 特别亲家来做几天 以赴家与当地的领导沟通 跟发放有关系的事情 东令发放我负责领导 我觉得穿上瓷器之佛 我也是一种农意 真的 也觉得这是为众生 为苦难的众生来做 要感恩 我们上人说要感恩 真的要感恩 以前没有参加过瓷器 还觉得我们自己还很苦 所以我已经着急了吗 这要急了 是一定这样滑一滑 我做一点 感恩 要配合的工作是什么 财务 我在大会也是做财务的 我对财务要求很严格 都是来自大家计划的 所以这个前面就申请 特别认真 要求很严格 手续要完整 来 这个要签名 每个礼拜二 是南静三层镇的静午流离日 就是回收保雷甘爱的日子 这一天 我们帝庭美华师姐 跟环保志刚 去印度的三变开发区 这是我们三变的狂暴站 师兄 我们三变的狂暴站 就在这边 在义来世界家 一来世界的房子 是她的车库嘛 我们三变没有位置 就用她的车库 我那个前面那块地 本来是人家要租一个月两百块 我家师兄 他说人家要来租 问我 我说先不要租啦 先放的 我当时也不敢跟他说要做款保 后来拿来做款保餐 他说难怪 你才叫我不要租 我说这个租的是两百块有价了 那我们拿来做款保是无价的 我说哦 你手不要去冬了 做一个比较好 做一个麻袋就好 痛三个月了 重的不要拿 清的没事啦 要锻炼锻炼 玉米都是重的 右手可以 右手行 还有一手 黄玉莱师姐是三变区头一个环保季工 因为当手受胸已经三个月 家来的人希望他完全好再去做环保 美华师姐跟玉莱师姐 两个人是劳动俗 是好朋友 又是储并 为了要让玉莱师姐跟他们家的人放心 美华师姐主动承担三变区环保的工作 受伤的时候 我本来是不让大家知道 因为当天就是美华师姐 大家都非常的关心都来 我们整个 整个实际人都非常关心 天天到这个来 那个来关心 因为我们这边刚开发区嘛 新开发区的三变这边 很多饭店都在我们这边 葡萄酒瓶比较多 那冬天葡萄酒 那请客非常多 三变开发区 算是山城镇的信心区域 这里有很多餐厅 所以煮银子也很多 但是 隔壁银子的价钱很够 没人要回收 酒银子都会用担在落地 煮这个推动环保之后 玉莱师姐跟美华师姐两个人 就在社区回收隔壁银子 但是 刚刚开始 大家很好奇 为什么他要求隔壁银子 经过宣导之后 餐厅都知道 这样是为环保 也能做选手 都很愿意把酒银子关出来 而且 玉莱师姐跟美华师姐 又接应社区的人来做环保祭冠 减价 这个菩萨 他都是 环保祭就都这样回收起来 没求就用了 你不就 不准过的银子拔 你脚银子拔 你不在刀银子拔 刀银子拔 你就可以拔 没有一堂五口 叫环保祭再去给他 他们在买 说回祖孙祖 回祖孙祖 这两个世界非常用心 我们这三变回收的玻璃 都是他们两个来帮忙 文立师姐 还有这个师姐也很好 两个一起过来的 这个瑞毅师姐 黄瑞毅师姐 还有一个建华师兄 都在我们这个社区的 非常用心这两个 路上走路 看到他们两个人在那边收玻璃 那我就停下来说 我家里也有环保 过来收啊 那下一次他有收 就带我们一起去过 就跟他说 我们两个一起出来做环保 就是这样 一来师姐跟美华师姐很热情 一直叫我们说好啊 来做很好 我说好 我们就出来做 就是这样 你以前做的好事吗 刚开始不会啦 不会啦 廖师兄又问过我说 美华师姐 你来这边做环保 会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我说不会啦 哈哈做好事什么不好意思 因为是做好事帮助人 美华师姐学习放下身段 利用休息的时间出来做几天 不然这样 他也要邀请同样在公家上班的朋友 到底来做环保 我们那个龙山镇的一个年轻班主任 他来买种植的美华师姐正好请他来 是啊 正好叫他来做一些环保 主任好像 本来是要过来买种植 正好说要带环保 正好赶上 赶上也错觉 就是持续工作 能够赶得上 也感到感应 也很知足 以前啦 做生意啦 有 有做生意 现在没有啦 那以前想赚钱是说 孩子要去上大学嘛 多赚钱存一点钱给孩子 我觉得说通过做职绩 人也在改变 生活命运也在改变 变好了 变好变好 有啊 其实上我也很幸运说认识到职绩 所以说实在通过这样做 那孩子在大学也很顺 出来找工作也很顺 平安就好 无所需 不是说求什么大婚大贵 也不要这样 就是平平安安 当然也找到工作就好 这样子 就好 薪水不怎么高 以前都是500多块啦 600多块 700多块 就是想出去赚钱 就算这个房子 如果没有出去赚钱 靠那个工资是没办法买房子的 还要培养一个孩子 孩子上大学也要十几万 他说你怎么这么开心 那个时候去台湾回来嘛 他说好像看你脸色都很好 我就是到一个持续我才好 去台湾那边回来 我整个精神会成好 会啊 会有影响 这肯定有变化 跟脾气啊 还有各方面嘛 都会有在改变 其实像以前我妈脾气 属于那种比较急躁的那种 但是自从后面 慢慢就像感觉自己上完大学以后 很多事情他都会 就是都会善良的那种 我会说像以前 以前其实我已经怕我妈了 然后那个一来来来就知道 他现在说我煮的才比较好吃 其实我对餐饮还是蛮感兴趣的 因为可能也是家里的原因嘛 所以说对吃这一块 会比较蛮感兴趣 妈 付写的印材了 以前为了要改参与生活 才会让孝心脱脱 美华师姐很怕变得贪心 他开过快餐店 也没过矿泉水 有当时没用到人睡的时间就很久 也没办法背变小孩 那个时候 越来师姐 跟他在港节工家单位服务 他看到很不甘 常常邀请美华师姐母儿子去他们家 很喜欢到他家里 我们两个非常喜欢到他家里去嘛 有时候累了 我就睡在茶花 一直放葫芦这样睡去 在那边笑啦 然后有累成这样子 在那边睡 经常这样子 他就经常叫我 在那边吃饭啊 那时候我最期的最期祝 阿姨来师姐 姨一直叫我 他家里有什么煮什么好事 赶快过来 赶快过来 这样子 我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 我们现在都还记住说 那个时候最苦的时候 都是师姐这样陪伴 我哭他也跟着就哭 对 美华心里也是有我啦 我心里也是有他啦 有艺来就有美华 两个人在一起 照片啊 还是去哪里都会这样的 那小孩子是 以前真的是会说 他很怕妈妈 就比较少跟他沟通 他比较严肃 他就说 他有时候会给我说 他怕妈妈 我说不要 妈妈都是疼小孩的 哪怕是比较严肃一点 通过到辞职来的时候 美华事情又是改变了很多 其实最重要还是 关于身体的 当时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 就是吃医 当时初中的时候 因为当时家里就是 就像这样子的小环境了 然后没有那种鞋子的桌子 然后就一直落在像这种桌子下面 然后是两个脚一直盘着 那因为可能是 然后我现在这种脚就是有 就是会有O型腿的那种 可能这个是遗传啦 其实跟那个是没关系 但是他就好像有点自责 说一直让我坐在那边做作业 在他对我来说 他其实给我东西永远就是 也不会比较 不会说是最好的 但是肯定不会比较差 真正的一种家庭 有一种魂魂的幸福 其实是一种双方的沟通啦 上大学玩以后 其实慢慢跟他交流 他也愿意把他的一些心事 跟我们讲嘛 其实这才是我感觉 才是比较 比较好 陪他去逛街啊 去上步啊 有时候还陪他去那边跳舞 你愿意陪他吗 对啊 愿意陪他 为什么 因为可能在我个人来说嘛 其实他比什么都重要啦 那到暗市啊 县城内的江滨公园 就变成当地人最爱沉凉的地方 这可以洗牙齿啊 也可以来跳舞 厚下过去辛苦的生活 美华师姐为了健康 让跳舞 但是他说 因为做这天太忙了 今年这是第一次跳舞 这遗热的没有收钱的 跳了六七年了 六七年了 那个时候是蛮有事做的 那孩子上大学去了 无聊 无聊 对啊 热气啦 也是一种热气的 也可以锻炼生气嘛 对啊 跳了两个钟头 整个汗都流出来了 他比较会跳 哦 很少来跳 他也会 你不要拍过啦 你就忘了 他也会 对啊 跳跳啦 你还有GT舞啊 自由舞 这叫比较做 你比较 以前有叫自由舞的 有 一带包会拿起来吗 还有会拿这样 也叫做哪 杜皮舞 杜皮舞 你还叫他 杜皮舞 对啊 就从去台湾回来到现在比较没有空 如果有活动就像昨天晚上读书会就没有来了 因为玉莱师姐的介绍 美华师姐的学校到很多 也已经做几天三年了 现在她每个月 都会来南京联络处值班 她的身心杨瀚来师兄 也会来联络处看一看 因为她想要知道 让太太脾气变好的原因 东瓜西瓜哈梅瓜 美华师姐 费育师姐 乳瓜瓜 美华 星期六十三十八 我来这边吃饭吃了好几餐 来 没有交钱就是 不用交钱 是我们自己付款的 自己带菜 自己带菜 有互相随时 我们共养一下 因为我们还有 人家感恩四十感恩 首先要感恩的 提供我们良心 要感恩煮给我们吃的 感恩 感恩 你们要赶快吃了 懂得感恩 早就懂得了 还是不习惯 就要说出来而已 我内心早就懂 要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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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来说一句 来说出来 不一定说要口头讲出来 行动表现出来就啥 两个人在家里 现在就是两个老头在家里 没有其他人 孩子又走出去工作 有时老的老 有时都经常会 会顶嘴 以前如果说我给他讲 一句话不中听的 他有时候好几天都不跟我 不理睬 我看他就是不做事了嘛 坐在那边一次喝茶 一次抽烟 我就生气了 我就不讲话 二十九天没有讲话 不跟他讲话 二十九天 很少有人这样子 但是他也很冷酷 这样子他也忍受得了 我也忍受得了 那最后怎么讲话 哦 那个时候我可能感冒了 他就去买那个草药回来 他说要喝这个草药才能好 那个时候我就感动了 哎呀跟他讲话 跟他讲话 感动了 来来 过来手 过来手 什么 手套 你没有手套 师姑那边有一个 手套给你 你扣是怎么扣 就这样扣 这样子扣 哦 感恩哦 感恩啊 昨天你是说一定要来 一定要来 他几个时间出来 哈哈 哈哈哈 很感恩 哈哈哈 这样是站到了 这个塑料瓶的 哦 这个塑料瓶的 哦 这个大袋砖 全 都塑那个塑料瓶 比较 今天第一回第一回 第一回 第一回才参加 哈哈哈 感觉怎么样 啊 感觉还好 哈哈哈 这个对地球 環保很好啊 大家都有这样的心 有啊 这个叫不来今天来的 真的啊 哈哈 哎呦很开心 很开心 很开心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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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船跑嘛 为了保护地球 有点想 有 有跟他说 哈哈哈 自己来做慈祭啊 自己来做慈祭啊 我很想 很想说 叫他出来做慈祭啊 夫妻同修啊 更好 好 行菩萨道 为苦难的众生 八大院 哈哈 包括我儿子 我媳妇都要叫他过来 叫他们都出来做慈祭 美华师姐的感觉做志工了 因为无所求的付出 感受到地球和感恩的意义 发现自己才是得到最多的人 本来美华师姐很爱穿这厚 因为看起来很差 现在他穿这厚 都让他非常不一样的感觉 让他的心更留软 他的面子多多笑容 每一天都快乐又充足 其实南京的环保这天 回收玻璃很辛苦 但是他不怕 心肝来只想做就对了 也因为这份单纯的信念 带着南京这个地方 变成清晰的台帝 草根菩提 很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这次慈祭我起先我也不知道 然后后来有一个胸牌 有一个看 台湾胡销基金总会 我说你这个是什么组织 我以为他是搞那个 他有拜福的嘛 你这个是什么组织 他们后来再给我解 实际我知道 主要他就是 他就是救难救苦嘛 保护地球嘛 提倡人类 人类不分阶级 不分敌对嘛 人人大爱嘛 是不是这样 守护大帝 守护南京 一言尽咗 第一次 upset 一言尽咒 再来尽